7月30日上午8时24分,青朗公路近大朗隧道往停酒方向,一辆由天恩村开往关塘码头的69系路线酒吧与一辆城巴相撞。 城巴车头严重撞毁,挡风玻璃爆裂,司机及多名乘客被困,事故造成最少77人受伤。 多辆救援车辆赶往现场,消防人员打破城巴上层车窗将伤者救出。 救援人员在现场为伤者分流,其中两人伤势危怠,10人伤势严重,65人轻伤。 救护车把伤者分别送往香港博爱医院、马加利医院以及明爱医院就职。 上午11时24分,香港运输署宣布,较早前封闭的青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听酒的慢线现已解封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交通已恢复如常。